人们常说,举头三尺有神明,事实上,在我们的周遭,各个方位都有神明,也有鬼魅魔众,我们生活在一个被更高维度空间关注着的三维空间里。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被看见的,护法神对于修行的人,倒是玄门中人来说,并不陌生,但我们普通人来说,可能穷其一生都接触不到,即便有护法神护持,也感应不到护法神的存在。 很多大寺庙里,我们会看到一些身皮铠甲,手拿武器凶神恶煞,呲牙咧嘴的凶恶神像,这类凶神恶煞的神像,就是庙里护法神的像。 护法,也可以从字面理解一下,护持正法,护法神是承恶扬善,护佑一方平安,护持妙语,不允许邪魔外道捣乱,菩萨低眉,慈悲六道,金刚怒目,相抚死魔。 而护法神则多为武将,性格直,脾气暴躁,护法神如同维护法纪的警察,这制服巡逻,犯罪分子见了都会心生恐惧,有所忌惮,有所收敛。 心里有鬼的人,见到护法神的样子才会害怕,普通人不用害怕,你不作恶,护法神不会收拾你的,反而你多多行善,护法神还会护持你,帮你避凶屈击。 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修行过程中,到底有没有护法神在你身旁护持,以及如何感召护法神来护持呢? 在开启今天的话题前,想先提醒大家,护法神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并不是说,修佛的人才可能有护法神,而是不管修什么, 只要如其法修,都会感得相应的护法神前来,例如信奉道教的人,如法修行,就会感得道教的护法神前来,又例如信奉天主教的人,如法修行,就会感得天主教的护法神前来,天主教叫天使,教法不同,其实是同一回事, 哪怕信奉一些民间不成宗教的杂神,如法供养或者真诚所致,也会感得起护法神前来,这个视频只讲修行佛法之事, 该怎么确定知道,自己有没有护法神在身边护持,不涉及其他教派,宇宙间有一股能量,你有功德,自然感召许多善知识在你身边护持你,他们护持你,也得到你的功德, 不仅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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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可能数百人千人才有一个护法神 这些鬼神就像当今总统的侍卫 你到哪里 他们就跟到哪里 但是 这些护法神的数量是有增减的 当一个人都做坏事时 那护法神就会一个个离去 一个人如果都做好事 那护法神就会越来越多 佛经表示 一个人每持守一戒 就增加五个护法神 依此而算 持守五戒的人 最少有二十五个护法神了 我们个人受戒就有这么大的功德 由此也可以知道 一座寺庙 三宝度中的平台 他的功德更是不可思议 佛教里有一句话 一个寺庙只要有一块砖在 一片瓦在 就会有护法神在 所以一般都知道 修老的寺院 比建新的寺院功德大 建新的寺院要开辟地基 要招呼法神 而老的寺院 只要有人去建 一直守护在那里的护法神 就会生大欢喜 就会千方百计 帮助你善愿成就 寺院和三宝 这是佛菩萨提供给我们的修行的对境 无论何时何地 一定要心怀恭敬 心有不敬 就有罪过 佛菩萨虽然慈悲 护法神可是立场鲜明 此外 当你在聊天说话时 护法神也常在左右 如果你说的是没用的东西 护法神就会一个个离去 如果你说的是佛法 那护法神就会顺便听听 如果说得很好 那护法神就越为越多 这也可以说 人人的护法神随时都在你左右 这些神明既有保护作用 但也有监督作用 甚至有惩罚作用 这正符合俗话所说的 人在座 天在看 在佛经中的阿罕经中有提到 四王天的天人 会在民间阴历的每月初八 十四 十五 二十三 二十九 三十 这些日子来人间考察 初八和二十三 天王会派遣大臣来人间考察山恶 大臣考察后 十四和二十九 天王派太子下来考察 十五和三十 则是天王本身下凡考察 当考察完毕后 还要向刀立天的天王试题换阴 也就是民间信仰中的玉皇大帝 或称天宫报告 在民间信仰则称为脚趾 护法神中 天和龙是主要的护法神 你不要以为 我做很多善事 我破解没事 不要抱着这个心态 就像前面讲到 你拿钱供养是有功德 但你供养钱不是净才 仍有不好的果报 福不灭恶 护法神对你惩罚一下 也是一种慈悲 提醒你不再继续下去 有个人做卖鱼的 他生了大病后才去收手 不然人都觉得 我钱总是不够 这个是众生的夜香 学佛是有些禁忌的 五戒十善是基础 如果做不到 至少恭敬心要有 你一身正气 自然敢照许多护法来护持 宇宙中有一股明明的定律 你无法超越它 修行也一样 正所谓 以佛出世 千佛护持 古人说 道不孤 必有灵 如果你做事情 很适合大道 护法天龙都欢喜 他们都会给你安排 你就安心地修 安心做 如果护法神都不欢喜 你要做起来也很困难 记得 修行人不仅要处理和人道的关系 还有非人道的关系 比如鬼神关系 你真的有修行 自然能感化周围的磁场 这个是真的能量场的加持 佛说了 你要是真有修行 护法神不护持 护持神就不称职了 那么 既然我们身边有护法神护持 那为什么 他们不在我们做错事的时候 给予提醒和阻止呢 一 个人因果个人了 不甘于救世道 二 个别有特殊姻缘的人 是会得到提示 甚至阻止的 但是 这要前世自身 修出这类福报的人 大部分人 别说修出些什么 就连修都没修过 所以 当一个人自己犯的错 不要去想 为什么没有周边 神灵佛菩萨来阻止 这完全是自己的事情 对错 都是自己去完成的 靠别人阻止 能阻止几次 别人阻止得问你的行为 能阻止得问你的心吗 自己的心有问题 还要道德绑架神灵 这样的人 无论修行多久 最终都不会有成就 心态一定要改过来 修行 就是要自己去修正自己 道理摆在哪里 自己去靠近 自己去契合 不是满脑子想着 别人来处理你的心和心为 还有一些非常朋友 关注到我们后 就会问 为什么神佛 不能直接来断除 阻止我们的恶呢 比如 他知道这个事情 我不该这么做 他就直接让我做不成不就好了 为什么他们不展现神通 用这种方式帮助我们断除恶行恶念呢 这就是六族说的 不识自信 学法无益 被相迷地团团转 倘若真的有护法神仙线来提醒你 那也只会是治标不治本 就好像医生一样 光是把病人的症状灭掉 有什么用呢 更深的病变在里面 要把那个去除 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在人生道路上 一定会遇到很多障碍 也会遇到很多困惑 你可以求神佛加持 求神佛救护 但是最终你会明白 神佛就是你自己 一切还是要靠自己 自己要积极地修正 才是改变问题的核心 人的起心动念是关键 其实在地府 有很多记录阳间人 举心动念的本子 这些本子 看似一笔笔的 有地神鬼差一一记载 实则都是动态的 有时候 明明这个人做了错事 被减受了 可是之后又做了 很大的功德 种下了对等的福报 于是记录本子上 又会突然增售 而这个一增一减 全部都是杨间人 自己行为所致 即便是阎王 也不能肯定你会做什么 你不会做什么 所以佛曾经也说过 佛法是不可思议的 但是众生也是不可思议的 因为众生的举心动念间 可以转变极大 充满一切变数 所以我们要努力修行 真心忏悔 断恶修善 这些都是改变灾祸的变数能量 也是脱胎换骨的变数能量 当有一天 我们生命结束的时候 是被夜里牵引去投胎的 佛说 强者先牵 就是说 临终时哪个意念最强 就会被他牵去哪里 比如说 临终有嗔恨 就直接下地狱 有贪恋的放不下的 救去恶鬼 那么五轮观念 也就是忠孝礼义信强的救去人道 于此不信因果的 就去畜生道愁还业债 修实善业心清静去天道 经今年佛姐托生死的去极乐世界 如果平时淫欲重 这类东西想得多 看得多 做得多 临终时就会看见俊男美女 心里一声欢喜 直接下到地狱 到此穿身 万死万生 终因身受苦 死而复生 痛苦无有停止 而且 地狱的一天是人间两千多年 有些罪苦众生 在地狱道的寿命长达万万岁 如果没有后人超度旧疤 根本就没法出来 大家还可以去看地狱变相图 地狱苦难完结后还要生道处生道 然后生道下贱人 大多福报不够 还是会被恶知识牵引 又去作恶 在下地狱 众生的轮回真的是无穷无尽 只要你不去修解脱生死的那条道 其其福福 生生死死就真的是无有出气的 实际上 只要你有利他之心 护法就在你的身旁 一个人的行为若非常圆满 纵然没有天天求护法 他们也会恒实赐予保护 佛教认为 一切护法居住的地方 就是我们的身心 如果我们起心动念 非常清静 所作所为非常如法 护法自然十分高兴 所以我们应扫除贪 沉 吃等 这些不清静的念头 以及表里不易等 不如法的行为 陈设各种善法的贡品 如此 护法神必定恒常庇护 不离左右 有些人常问 我今天没给护法公打苹果 他会不会不高兴 以后不再理我了 我出门时 供护法不方便 若不供的话 他们会不会不高兴 就惩罚我 绝对不会 护法不像我们人一样 极度心强 关系好时 天天供养 偶尔一次不供养 就马上反目成仇 其实 供养一瓶饮料 一点苹果 这些有也可以 没有也可以 有的话 是一种缘起 但也并不是必须有 只要你的心 是利益众生 不管哪个护法 肯定都会履行自己的诺言 藏密佛教史中的秋吉旺修 是位了不起的福藏大师 他的儿子也是个福藏大师 但他的儿子为了提高名声 巩固事业 着力需求一些猛咒 后来 修吉旺修告诉他 只要你有利益 他众之心 不用念一些咒语 护法天尊也会自然降临 因为他们都曾承诺过 哪里有利益众生的人 必定会去帮助他 只要我们身心清静如法 护法是一定会鼎力相助的 所以说 修行人 如果你想感召大菩萨护法 那么你就要发大心 弘法度众生 你能弘法度众生 那么你就是菩萨 自然会有很多级别很高的护法神 来护持你 如果你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 你想感召出世间的大护法神 那不可能 这是感召护法神的方法之一 还有一种方法 也能感召到出世间的护法神 就是通过修法 修书圣德法 比如说修法华经 修华严经 你发心受持这两部经 你也是菩萨 也会有很多大护法神前来守护 以我自己的观察总结 凡是老师读诵 法画化言的 都会有护法神发心前来护持 像我身边老师诵经的几位同修 都有护法神守卫 证明佛说的是真实不虚的 你像有的人 修的是天部的法 或者修世间福得鬼神的法 那你是感召不到 这些菩萨化身的护法神来守护的 因为你不够格 人家护法神比你本尊的级别都高 人家一过来 你的本尊都得靠边站 所以我经常说 你想得到护法神的护持 想得到佛菩萨的守护 最简单的方法 就老实诵法华经 老实诵华严经 只要你诚心修这两部经 金刚秘籍 四大天王都会下来护持的 因为你这里有妙法的缘故 修法华华严之人 世间的鬼神 你不需要去求他们 他们自己都会主动发心过来护持 退一万步来说 我们有大菩萨护法 世间这些鬼神 他爱来不来 你想听经文法 你想授意你就来 你不想 那随你的便 但是 只诵经是完全不够的 并不是说 诵完经就万事大吉 就能留住你的护法神了 还要在生活中断恶修善 实践以修学的佛法 怎么才能做到呢 时刻要去想 举头三尺有神明 你要知道 神灵无石无地不在 你若做了什么亏心事 你或许可以骗得了人 但你骗不了神灵 而且或吃或早会遭到一定的报应 有了这层认知和警惕 你就会少做很多错事 此外 还要做到八正 法有正邪之法 人有正邪之人 是有正邪之事 做人不能正邪不分 邪就是不正 不正就是邪 做亏心事 不仅对不起自己的良心 也汗颜周遭看官 不要做让善神摇头 恶神欢喜的事情 做到以下这八种正法 才可将护法留在身边 一路护持你 一是正邪 正邪就是以正确的禅定 集中精神和意志 使散乱的身心 变得集中 平静 二是正邪 正邪就是 做人不能有诽谤之语 不称之语 辱骂之语 刻薄之语 虚妄之语 俗话说 恶语伤人六月寒 说话不辱骂他人 不说假话 不诽谤他人 就是正邪 说话要说正语 人生灾祸才能远离 三是正业 正业即远离杀生 偷盗 若做人行为正当 不做恶事 语言干净 不说恶语 意念端正 没有恶念 人才能有一身正气 才能百邪不侵 四是正亲 正情就是正经经 就是朝着真理的目标迈进 勤劳做事 不偷懒 才能有收获 五是正念 正法 正念是人脑对思维的正确控制 人有正念 不生邪念 才能有清静的一年 干净的人生 六是正命 正命即用正当的方式谋生 不做愧对天地良心的恶事 不偷盗 不损害他人利益 不不劳而获 七是正思 正思就是不贪 不愧迟 贪念令人失去理智 失去自我 无贪念 才能有愉悦的心 愧迟之人 接去一颗智慧的心 做到正思 人才能找到 属于自己的正心 八是正见 正见是修行的导师 如航海需要罗盘一样 有正见 才能有正念 正见是正念的指明灯 修行一颗有正见的心 正念才能抵御邪见 八正是做人 应该遵循的道德准则 若能奉行八正 才不会堕入邪道 魔道 恶道 宁可正而不足 不可邪而有余 有正念 行正事 才是做人的根本准则 才是对人性的真正修行 才会让善神欢喜 恶神摇头 我们需要在这个五桌恶事 三界火宅中炼 历练自己 护法随时都在护持我们 这个不需要你知道 需要的是你去努力就好了 你好好去修行 好好地有一个向上的心 乐托生死之心 处三界之心 恭敬佛法僧三宝 护法神就会跟着你 如果你没有这个心 鬼神 冤亲债主 就会跟着你 反正总是有一个跟着你的 如果好好修行 这些没有份的 已经不在他的范畴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比较负献 负献